7月13日,西藏佛学院首届少年佛佛班6名佛佛完成初中阶段学习,在拉萨顺利毕业。毕业典礼即学习成果汇报展示会,当日在西藏佛学院举行。 在毕业典礼上,少年佛佛们以奇诵经文、汉语诗歌朗诵、英语情景句和汴经等形式,展示了他们在初中阶段的学习成果。 在2016年被认定为第六世门徐活佛。我当时被认定的时候是初二,刚上初二,然后就是2016年在8月底都是到达佛学院学习的。 西藏纳曲市欧托寺第六世门徐活佛土丹吉扎告诉记者,在西藏佛学院学习期间,少年佛佛们以学习藏文、汉文、英文和数学等文化课为主,同时也有宗教课程的学习安排。 门徐活佛认为,文化课程对于宗教学习有很大的帮助。 我觉得汴经和数学的那个是有共同之处,因为就是按你自己的逻辑方位可以增加自己的智慧。 英语现在就是国际通用语言嘛,将来怎么说走出西藏,跟那些怎么说外国人都可以弘扬藏传佛教。 然后你如果你学不英语的话,就是旁边就算有个翻译,它也不会完全能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给表达出去,就是还是我觉得英语必须要学好。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弘扬藏传佛教的一个方式和那个方法。 记者从西藏佛学院了解,甘愿首届少年活佛班于2015年9月开学,2017年7月小学毕业。 在此间的活动中,少年活佛们获得了初中毕业证,并被授予涅当缠染板学险。 据悉,活佛在信教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,在宗教传承方面享有特殊地位,在寺庙管理和僧众引导方面作用特殊,影响广泛。 西藏佛学院不断完善该院制定的16周岁以下少年活佛培养教育方案,并形成了佛学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培养特色。 希望少年活佛们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高僧大德,积极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